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我在三十四街上走着逛着 就快到进五大道之前 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只见一人直蹬蹬地躺在人心道中间 而旁边大楼的两个保安却淡定地站在旁边 想必他们已经联络911了 所以我就继续往前走 可是看我摇晃的镜头 就知道我心里有些不知所措 所以我慢慢地走 到了第五大道时 正当回头之际 看到救护车正好到达 同时也看到那位倒地的人凶也醒来了 看他手撑的头一脚曲起 所以究竟刚刚是发生什么事 我也看不清楚 他站起来了 可能是个罪悍吧 救护车基本上是白来了 不过白来总比多一个病患好 下件事情发生在我正要去吃披萨的路上 我上一个视频就是介绍那个地缘披萨 看在左手边这个妇人 怎么左手靠着桌子 右手跟头都悬吊着 既不像睡着也不像晕倒 我心里真是忐忑不安 不能就这样离开 我就回头叫他好几次没回应 后来碰到一个另一个女士也过来 她比我勇敢 她去摇她 可是还是没回应 那个女士后来建议我去问 这家店里有没有认识她 起先店里的服务生说不认识她 可是后来居然从店里跑出一个女士来 原来她只是睡着了 但是跑出来的那位女士 究竟是她的什么人 好像她对那个睡着的妇人 已经不耐烦了 幸好又是虚惊一场 吃完披萨之后 此时天色已暗 我继续往回家的路上走 结果 我的天啊 又出状况了 前面这位蹲着的男子 看起来不太对劲啊 我走着走着一直回头看 但不敢去问他 因为这条街上有很多奇怪的人 我是希望有个男生能够停下来 问一下 可是我看行人一个个经过 在地铁站的楼梯上躺着一个女士 而且就在距离楼梯不远处的柱子旁边 站着两个女士 好像在等什么 似乎他们已经报警了 我回头问其中一个 还没等我开口 他就说别担心 我们已经报警了 他们就是在等救护车 至于这个女士究竟后来如何 我并不清楚 希望也是虚禁一场吧 其实记得在去年吧 我在唐人街也看过有人躺在地上 好像是趴在地上的 不记得了 旁边围着几个人 我不禁要问 纽约这一波从未见过的倒地怪事 是怎么回事 这只是我所碰到的 我没碰到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感谢各位朋友的观赏 请点赞留言分享和订阅